而郭台銘參選總統的副手人選到底會是誰 郭台銘昨天晚上透過臉書對外預告 就在今天的上午8點半就會正式揭曉 郭台銘說大家都愛猜他的搭檔是誰 但他也說了尋找人選不簡單 這個人應該要跳脫傳統政治人為的框架 又要足夠專業 更能代表民間尋求改革 而困難的是呢 他不能只是一道清流 還要有像嫂子一樣的熱情 但這些難題現在全部都迎刃而解了 郭台銘還拍胸脯保證他就是最好的人選 因為臉書的預告文通通寫的都是女字旁的他 副手人選到底會是誰 8點半記者會 郭台銘就會正式宣布 我們會為你掌握 哈囉 我是莊宇潔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郭台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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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台銘